1月8日,石家庄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消息,为了防止疫情扩散,在石家庄市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任务后,要求广大民众继续居家7天,人员不流动,不聚集,不出社区和村庄。管控之下,民众生活物资保障如何,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。 1月9日,记者在石家庄街头看到,网于热闹的主干道车流稀少,街道两旁大部分门店已关闭。石家庄市民同亚难告诉记者,他已经在家封闭三天多,目前生活比较稳定,家中所需的生活物品都能买到。一些常规用药也有药店工作人员送到小区门口。 在另几个小区门口记者看到,有蔬菜销售人员把菜拉到小区门口供民众购买。 据石家庄市玉华区,东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,为保障居民生活基本需求。 他们1月8号晚通知小区物业人员,联系蔬菜销售人员,按照当地政府防疫要求,把新鲜的蔬菜放到小区门口,方便民众购买。 接到联系我们给业主送菜,就是给大家提供方便吧,疫情期间。 价格都是市场的价格,都不会往上涨。 物量挺充足,物量充足,保证市民都能吃上菜。 除非各方面都可以,就是卖菜的各方面都到我们家小区门口,买的也方便。 我们和物业及时的联系我们这个菜农,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进行蔬菜和生活必需品的配送,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。 作为这个菜农,我们都要求他们必须要持着核酸检测的结果,包括给它进行测温,因为它是属于保障民生的工作人员,按要求来讲,他们是可以出入小区的。 据了解,10家装饰已经建立起重点生活必需品,应急保供联系和储备机制。 全市确定了12家市集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企业,保障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。